你要跟一个人相处几十年内 光一件小事都可能让你们两个讨翻天了 对对 你要是不跟他吵 不跟他说你不在乎 可以了 胡言实际上 我们俩就属于发生争执了 他可能是先闭嘴的那个 我可能是先出门的那个 我真的出门很讨厌 然后妈就在客厅吵的时候 爸把门一摔 冲出去 我就一下子觉得心调就停了 是我给他的压力吗 谢谢大家